加萨走廊暗夜炮声隆隆 但这可不是什么跨年烟火 炮弹在住宅区附近炸开 爆出红色火光 巴勒斯坦民众惊慌失措 以色列新年守轰 就选择空袭加萨走廊 是继去年五月的停火协议之后 以巴双方再度交火 以色列国防部公布空袭影像 五月警发动攻击 是报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这个举动 哈马斯不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去年12月底主动和世仇 以色列国防部长会谈 向以色列发射两枚火箭炮 引爆地点虽然在海上 但就在以色列第一大臣特拉维夫附近 一秒挑起战火 好不容易停火半年的加萨走廊 2022年开春再度陷入混乱 三里新闻和宣布导